汪榮泉和陳百祥這日出席活動 提到最近家英哥在馬來西亞拍戲的時候 片場就發生火災 詩森女聲楊胖胖還臉部燒傷送丸 有沒有嚇到汪亞姐你呀? 其實家英哥昨天也有WhatsApp給我 他們拍電影的時候發生火災 有些工作人員演員 有差不多20人燒傷了 現在都去了醫院 我們其中有熟悉的楊胖胖 他的臉部有點傷 家英哥幸好他那場戲沒有粉 但他也在等場 坐在後面少少 也看到火 他覺得來得很快 大家要小心火 很恐怖 另外說到好友曾志偉被TVB封殺 叻哥就說笑話對方身家封口 怎麼會封殺一個幾十億身家的老闆 不過志偉這晚有電影手拍就沒有厲害 我現在才知道 不知道他是不是當我朋友 通知都沒有通知我 我沒理由沒有通知去 曾志偉我知道他是發財 真的這樣說 我剛剛在橫店拍戲 你便知道他有一間酒店 7億多元 這兩個月便會落成 那個地盤 旁邊有些別墅 我想買不起 好像是三、四十億 可能他發財 沒怎樣找我 我想不是 我想是他封殺TVB多了 你怎麼封殺一個幾十億的老闆 是不是 我怕他回到頭 收購TVB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